在台灣的日本平價服飾 你只認識 沒有關係 這集我將跟各位分享 四個同樣來自日本的平價服飾品牌 而且他們在台灣都已經有門市了喔 想知道為什麼推薦他們嗎 不要走開 看下去就對了 很多人都會私訊我們 首先你問這個問題 那你一定就是看太少我們的影片啦 然後呢 你一定也沒有追蹤我們的IG 講到IG 拜託一下 追蹤一下 我們頻道現在四萬多人 IG 好像六千幾個而已 這樣是不是要怎麼算 拜託一下IG先追蹤一下 好 我們回到正題 我認為評價服飾 一直都是剛開始學穿搭的人的好夥伴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很習慣啦 講到日系風格的評價服飾 就會直接聯想到UNICRO或是木具 那我這次推薦的四個品牌呢 就是以UNICRO來當作基準 不管是在價格還是風格上呢 都會再往前推進一點點 OK那我首先先講 這幾個品牌呢 對我來說都有以下相同的四個特點 好來 第一點呢 就是在台灣已經都有實體門市了 這個真的超級重要 尤其是穿衣服新手 還有那些對自己身形尺寸呢 沒有概念的朋友們 拜託 萬般丁 你一定要多多試穿啦 甚至剛開始呢 真的不要在網路上亂買衣服 因為你會很容易灰心 有實體店呢 是我推薦給大家的首選 真的 真心不騙啦 好來第二個是 這些品牌的日系風格感 會再更強烈一些 一樣我是用UNICRO來做基準比較 這四個品牌呢 不管是整體的氛圍啊 或是在設計風格上 會更像大家在日本街頭上 容易看到的那種流行輪廓感 好那第三點呢 就是他的價格大概會靠近UNICRO 然後再稍微比他高了一些些 OK我知道這一點呢 就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是平價嘛 好那我們知道UNICRO一個單品 我們不討論大件的東西哦 大概價格是台幣一千元上下嘛 所以如果你的預算有三千塊的話 你大概一次可以買走三件單品嘛 那這四個品牌呢 他的價格就是比UNICRO稍微高一些 如果你的預算是三千塊的話 你大概一次可以買到兩個單品 OK那第四點呢 就是他們都是穩定的日本服飾集團品牌 哦說到這個就真的來行的啦 這四個品牌在日本呢 都個別屬於非常大的服飾集團 也都經過日本市場長時間的考驗 所以就表示他的美感跟品質呢 相對來說還是比較穩定的 好那我這次選擇的品牌呢 都有以上這四點的共通性 那在了解完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開始介紹吧 OK首先第一個 Global Walk 來自 Kabushiki 外社 Adastoria 欸你可能對這個集團的名字不太熟悉 不過呢 他們在台灣有一個非常成功的女裝品牌 講出來應該大部分的女生呢 都有聽過就是 Loris Frong 那還有一個在百貨呢 有蠻多貴的叫做 Click Point 也是他們的門市品牌 好那關於集團的部分呢 我今天就不多聊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再留言讓我知道 有機會的話我再另外做一集 OK那我們講回來 Global Walk 他的產品大宗價格帶呢 大約是落在台幣一千到兩千之間 當然也會有一些便宜一點的T恤啊 然後也會有一些貴一點的外套 那我覺得他的風格呢 就是非常的日系中間值 也有基礎的日系剪裁跟配色 帶有一點都市休閒的氛圍 整體來說呢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每一個人的 是非常實穿的內容 而且他有男裝女裝童裝 跟一些雜貨 基本上就是想滿足全家人的穿著需求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挑東西嘛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適合小家庭一起來逛的一間店 那目前在男裝部分呢 我覺得他的單品選擇沒有到太多 不過在逛日本品牌啊 我都會非常建議 盡量去多試穿他們的褲子 因為多數日本品牌 他們對褲子的剪裁呢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是更適合亞洲人的 所以有機會的話呢 我覺得真的可以多試穿看看 另外我會推薦呢 你可以來這個品牌找一整家人的穿搭 因為整間店的風格調性是在同一種氛圍 所以呢不管是在女裝男裝或是童裝啊 都可以找到相似的風格單品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是比較難得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門式品牌呢 並不是太多 所以如果你喜歡穿親子裝 然後想要一家人出遊的時候呢 整體風格都有一致性的話 就真的非常推薦來逛逛Global Walk OK那他目前一共有7間實體店 那當然他也有線上商店 也是我這次介紹的4個品牌裡面 在台灣也有最多實體店的品牌 分別在台北、新北、桃園、台中都有 那在這幾個城市的朋友呢 有空真的可以去逛逛看 好那再來是第二個品牌 Coin 來自Unity Aeros集團 相信熟悉日本品牌的朋友們 應該對Unity Aeros都不陌生啦 他在日本也是非常大 非常有名的選貨店之一 那他們進來台灣也蠻長一段時間了 然後在2018年的時候 他們旗下這個比較平價的支線 Coin就在台灣開設了實體店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這是Coin呢在日本之外的地方 第一次開設實體店鋪 那這個品牌的產品價格 大概大約落在台幣1000到2500之間 當然一樣有便宜一點的T恤 也會有價格稍微高一點的外套啊 之類的那種大件東西 那我覺得Coin呢算是簡單明瞭的呈現了 日本都會接頭那種經典不敗的好看風格 他的時尚感流行感會再更多一些 不過在單品風格上呢 還是以大部分的人能夠駕馭的設計為主 那逛這個品牌我會最推薦什麼呢 我會推薦你們印象中想要嘗試的那些 經典日系單品 比方說像我在IG一直推薦的 長版大衣 拜託我誰 我長大衣推廣大死 你看像巴爾馬肯大衣 非常的日系 在這個品牌就可以找到非常正確的設計 當然還有我剛剛說的 日本品牌呢會做非常多 不同版型不同剪裁的褲子 那Coin的選擇也非常的多 是非常簡單呢就可以做出很好的日系都會感 那目前呢他只有在台北有兩家門市 分別是在金站的B1跟微風男山的三樓 當然他也有線上商店 喔對了這邊我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實體店想要逛男裝的話 記得去微風男山的那個門市 因為他在金站呢擺的比較多的是女裝 所以如果你去金站呢可能會試不到太多的男裝 好那這是第二個品牌 Coin 來第三個品牌Sense of Place 來自Urban Research集團 一樣吼 Urban Research也是日本非常知名的選貨店之一 那他在2011年的時候呢 用Online Store的方式 進來台灣也很長一段時間了 這幾年呢選擇以Sense of Place 這個比較平價流行的支線呢 來開設實體店 我覺得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然後他們也是男女裝都有喔 那我覺得Sense of Place的品牌風格呢 非常具有日本都會的流行輪廓 整體的時尚感跟設計感都在更強烈一些 如果在這個預算下 想穿出那種所謂日系Oshare的氛圍 真的非常建議選擇他們家的單品 他們的產品價格大概在台幣1000到2500之間 那我分析下來啊 我覺得他們的產品大約都落在台幣1500附近 有時候折扣呢 你可能1000出就可以帶走一個單品 那他們家的東西價格低於1000的 我覺得是比較少的 那也有一些大建議點的東西 像外套啊或者是一些品牌聯名款啊 一些別注款呢 他的單價呢就會稍微再高一些 那在他們的商品中 我很推薦他們的set-up 也就是成套套裝 因為蠻多版型或是材質 可能是台灣男性比較少穿過的 但是這些呢都是非常有時尚感的呈現 像這套呢在風格上 就會跟我上次穿的這套呢 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你看不管是這種設計感的西裝 或是這種寬版的套裝 都因為材質跟版型的不同呢 能夠讓你擁有那種更好的Oshare氛圍 喔對他們今天春夏也出的那種全黑套裝 看過之前影片的朋友應該知道 我今年呢也非常喜歡這種暗色的one tone 那這套呢我也覺得是非常的好看 OK他一樣有線上商店 那目前呢他只有在台北台中有實體店 那一共是三家門市 那我自己比較常會經過的呢 是微風信義B1的那一間 那我覺得他的貨還蠻齊的 有機會的話呢大家也可以來這間逛逛看 好來最後一個品牌是Rite On 來自Kabushiki開車Rite On 會啦公司名就是Rite On的片甲名 那他們在日本已經有400多間的分店了 一樣是第一次離開日本呢 在海外展店就選擇了台灣 他們設定自己是主打丹寧製品的休閒選品店 那整間店的風格呢 更偏向街頭更休閒一些 那如果是我來形容他們 我會這樣說 我覺得他們是擁有日系美感的經典休閒style 像是丹寧的設計啊 outdoor的風格啊 指人感的工裝 這些內容呢 都是日系風格的代表元素 那在日本的流行中也是非常常見的 那他的產品價格大概是落在台幣1000到2500之間 那他也會有一些小物啊 配件呢就會低於1000塊 那當然也有一些大件一點的東西 像是外套或是其他的品牌選品 那價格就會再高一些 然後他也是男裝女裝同裝都有的門市 那除了他們主推的丹寧製品之外 我也蠻推他們CAMP7的東西 像這件寬版上衣啊 雖然他是女裝 不過他的尺寸夠大 然後版型也很讚 男生穿起來也會有很好的oversize感 而且我覺得他的渲染呢 也沒有做得太誇張 我覺得真的是蠻好看的 那另外他有進一些經典的美式品牌 像大家常講的水果牌 然後還有Ben Davies啊 還有Champion這類的品牌 那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他還有選一些台灣品牌的單品 比方說Retro Dandy的帽子 或是Fiyote 017的衣服 甚至還有專門做配件的Metalize 你都可以在Retro Dandy的門市逛到他 那目前他們穩定的門市呢 只有在台北 大直美麗華一樓的那一間 那當然他們也有線上商店啦 不過如果你在網路上查 會發現他們蠻常做快閃店的 如果不方便到美麗華 但是又想要逛Retro Dandy實體店的朋友們呢 一定要多多留意呢 他官方動態的消息啦 OK 終於講完了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四個來自日本的平價服飾品牌 啊這四個品牌啊 只要我去的商圈有遇到的話 我是一定都會進去逛的啦 而且其實他們蠻多時候會做折扣的 那他們原本的定價呢 也不是太高嘛 所以又折扣的時候 就會不小心怎麼樣 就會手滑 所以逛的時候怎麼樣 要很小心 好 看到這邊 我相信有一些股灰級玩家一定會想 是不是有些品牌我沒有講到 是的 沒錯 林真內行 記得我開頭有提到 我是對標 Uniqlo 然後把價格跟風格都在網上推進一點點 所以其實我本來一共有七個品牌入選 但是我知道大家買東西 最大的考量還是在預算 所以這集呢 我就講了價格大概最接近 Uniqlo的這四個品牌 啊對 講到這裡 我是想嗆一下一下啦 我看到網路上有些男生都會說 我衣櫃裡都是 Uniqlo 不知道可以買那些品牌 來 我今天就講了四間 已經夠你逛了 啊價格呢 也沒有比 Uniqlo 貴太多 拜託 不要再講你不知道去哪裡買衣服了 這個預算差不多的 這四間先逛起來就對了 好 所以這個系列的下一集啊 我們的預算跟風格 可以再往前推進一點點嗎 可以接著講我這集 沒講到的那三個品牌嗎 喜歡嗎 想聽嗎 想認識更多的牌子嗎 好 好 下面牌留言給我刷起來 如果想認識更多日本品牌的話 記得一定要幹嘛 一定要追蹤我們的 IG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這集介紹的所有資訊呢 我都會放在下方的敘述 尤其是截至目前為止 在四個品牌所有的店鋪位置 好 那有興趣的朋友們 真的可以點開來看一下 那也希望這集呢 真的對大家有幫助啦 OK 那今天影片就終於結束啦 最後喜歡這影片 想看到更多的專欄跟分享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家庭兄弟 下一集見囉 掰掰 拜託姐 行氣追蹤姐 我們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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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